地下黑拳 生死抗荡 不服交杠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任何技术 甚至可以穿鞋使用足球踢 在这个内台你的目的就是杠方对手 不要有任何心持手朗 不然在内台倒下的就是你 这个比赛没有肥和制 只到一方倒下为止 或者是裁胖终止比赛 这就是国外的地下黑拳 当然这个下室是合法的 有专业的裁判和医务人员 这边来盘里几场非常精彩的地下黑拳 看了根本停不下来 特别是最后一场有老朋友上场 这个光头在我上级比赛中 被这个卷毛独球TKO 我这一场他这个表现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一场相当炸烈的比赛 双方这个体重都是90公斤 这个级别可以说是有速度有力量 双方刺的就是用绝法对攻 这时候黑衣服的战具上位进行打击 这时候可能光板子的要输了 最后是这位黑衣服刀汉 影像比赛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场 第二场是德国对意大利 这个红色短裤的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叶福根 而这个黑色短裤的就是来自于德国的依望 这场比赛也是相当劲爆 一望觉得这个衣服有点碍事 就是脱的衣服继续战斗 这个时候感觉这个衣服尼也见一见受伤 毕竟是赤唇空瘸 很容易把这个野角打开 这个规则可以说是比这个鲁瘸更加开放 官方在拼皮过程中 这个红裤子已经是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野筋已经受伤 并且流了很多血 当时他居然还没认输 还在继续战斗 这边出现一些状态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比赛继续 这个狠裤子也是一个狠角色 自己受伤这么严重 竟然还这么闷 好的比赛结束 最终是这位义骨尼演笑比赛 在自己受伤 严重的情况下 还能够演笑比赛 也是非常难得 好 我们来看下一场 第三场是文生狼 大战平头哥 谢场观众 这个情绪非常到位 我们来看 这边文青男一脚杠方对手 待会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 看是怎么被杠方的 可以使用投锤 哇这边其实一球打晕了 然后再补了一脚 其实啊这一球已经晕了 哇这一脚补的啊 而且是穿鞋打 太狠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市场 这市场比较特殊啊 这个裁判居然想去干架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比赛一开刀 双方就撑得过来 哇塞这个大脯子很猛 直接是抱当腿 哎这位黑衣小伙 找回事 就能把鞋子脱掉 是不是鞋子影响他这个移动 上个视频有人在评论区问 职业学手敢不敢打这个地下黑球 职业学手肯定是可以打 职业学手打地下黑球的话 肯定是直接拧腰 刚刚是找回事 可能是这个台下有人冒这个裁判 然后这个裁判出去解决了 不得不说 这些裁判都是一些暴脾气啊 可能这个裁判实际都不错 一些小操取比赛继续 这时候双方这个体能也是到达一个极限 最后生者就是这位黑衣服的后生啊 这个大幅子输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场 这一场场地比较特殊 是在一个室外 室外打比赛的话会更加开放啊 因为这个场地够宽 你可以随便移动 转房上来就是打这个队弓 没有死好死他 目前来看是门声狼占据上分 但是这个比赛有没有可能出现防转呢 所以这次要是站起 Pardon 又是门声狼占据上分 那就可以ääniyorum 有没有alu 你 listener conf兴 我总是门声狼啊 你去使用滴灭据机 这个黑衣服好能不能深处 就是 resurrection 打下一步 請進去 讓ava看一下剛剛這個人生了 實際上用這個頭腿 这比赛要出现黄转了 这个黑衣服不能将文士郎放了过来 把文士郎要自在身下 本以为会出现黄转 结果这个文士郎这个实力还是更胜一筹 所以说这个比赛不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不知道结局 特别是最后一场 这关头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 他是美国的学府 我上期视频中 他被那个卷毛狂烈 被这个足球梯锁黑哦 并且来看一下 他这个表现如何 好 比赛开始 双方这个气势很足 这是属于重量级的比赛 这个比赛精彩哦 双方上来就是虎平 哇 这个光头又被击倒了 这一下能不能起来 被对手按在地上持继的锤 没想到这个光头抗击倒惊人 不但放得过来还见对手压制在身下 这个光头抗击倒了 这个光头在抗液晶 最后这个光头应该是抗液抗液晶的啊 这个比赛规则很开放可以超液踢当 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吗 喜欢的请抗1 不喜欢的请抗1 阻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